字幕提供 就有点遗憾 没办法在现场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些原因 目前不在台湾 那今天的题目是 打造针对小型社群 个人的内容资料库 基于微调预训练员模型的 自动标记方案 那这个题目呢 是我过去大概一两年 参与一些小型群体 然后去建制一个 专门领域的 内容资料库的具体经验 提炼其中 可能跟技术方面 比较相关标记这一块 怎么处理相关的内容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并不会完整地去讲解 这样一个内容资料库 它需要怎么样去建制 对也是因为时间 比较有限的关系 那这个题目呢 就是在我们接下来 进入实际的内容之前 我先强调两个重点 一个重点是我这边 特意写了 是针对小型社群 个人的 对所以它并不是去 打造一个 对于大型的公司 或者一些商业型的项目来讲 的一个内容资料库 所以它的关注的重点 会不太一样 那这个会反映到 接下来就是我们 之后所谈的一些方向上 那第二个就是 我这边特意写了 是微调预训练员模型 但是这里的预训练模型 可能跟大家所想象的 XHPT那种 就是大模型 是不太一样的 虽然大家都是预训练模型 但我这边所说的 其实可能是 参数量比XHPT大小 1000倍左右 是一个Bird Base等级的 一个比较基础的 预训练模型 其实它在 我们这种内容资料库上 已经能够起到 非常好的作用了 对 好 那关于讲者我本人 其实这不是我证明 就是我想带来 引许我的一些真实身份 那我主要想 讲者的这个部分 我主要想强调的是 我为什么要 去分享这个题目 其实我自己本身的关注 是在社会运动 社会倡议这个方向 然后另外我自己 的专业是 Termid Science 然后尤其其是 其中的ARP这部分 那所以在 社会运动的过程中 我经常观察到 其实尤其像台湾的 社会运动 很多的社会团体 它依赖的大量的 工作或者技术 其实是一种 社会倡议的技术 那什么社会倡议呢 就是说要 结合现有的一些资料 一些内容 要结合自己对社会运动 一些进步价值的关怀 去打造一些论述 用一些论述 去进行一个社会说服 进行一个动员 所以文本和语言 在台湾当代的 社会运动中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我自己的专业 有跟ARP这一块 就是在源处理 比较相关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的是 这两块的内容 我们有没有可能 进行一个结合 能够让 这些专业的技术 不只是为 商业型的东西服务 不只是为 这个大型的平台服务 而是让它能够 有办法对于 比较小型 比较边缘的 这种社会运动的团体 也能够产生 一定的帮助呢 那有一些 欧美的学者 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思路 比较危险 我也是digital activism 就是数位行动主义 那我这也是在探索 这部分的内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 正式的演讲内容 那第一块是 就是其实是 回应下来的一个风潮 就是JGPT Large Language Model 好像已经解决了 所有的NLP的问题 我觉得在今年初 就是好像有看到 一个可能是日本的 一个年会 好像就是 在讨论NLP 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然后 Answer is yes 我觉得这个事情 它对或者也不对 不对是大家 有很显而易见的原因 就是因为JGPT 这些大元模型 它就感染 就是NLP发展的一个结果 你不能说 一个自己终结了自己 什么样的意思 那另一个我觉得对的是 它好像是在说 JGPT 这类型的大元模型 其实它 是可以解决 大部分的NLP任务的 这一点 从各种实业 各种表现来看 它确实 有这个能力 但是 现实中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我们 有没有必要去使用到 这种大元模型 以及我们英文 来使用它 我觉得后者 可能反而更重要 英文来使用的问题 因为 这些大元模型 它垄断在一些 大型的商业公司里面 那 它其实 在你的使用上 你今天能够 可能你相对低点价格 运动它 但是明天 明年 可能是你会起很多变化 然后当你的团体 如果是一个比较 畅导社会进步价值的团体的时候 你 去使用一些 可能是避原的东西 然后去依赖它 去进行 你的一些资料的收集 和分析处理 那这个可能 很多时候是违背 我们一个 开源 或者说一个比较 自由软体 这样的一些想法 对 那另外 有没有必要使用 这个部分呢 其实也牵扯到 它的效果 是不是 非常适合于 我们说 每一项的NLP任务 那我今天所讲的内容 其实主要局限在 分类任务 那大家这里的分类任务 其实有一定 可以让一些小型的模型足够好 就是我说的一些比较小型的模型足够好 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TrackGPT使用可能反而会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生成式的模型 它生成的东西 一些Token 其实是有时候会有一定的随机性的 反而会破坏你可能一定的架构 那小型模型的好处就是 尤其不是这种生成式的模型的好处 就是它的结果 你是可以控制它的一定的输出的规范的 好 那这个就是TrackGPT和各种其他的模型的一个比较 可以看到说大概 就是如果除去一些Vitualization 就是Commitivation方面的模型的话 那大部分NLP的模型在 从2018年到2023年 这个运行人员模型的发展 都是一个爆价式的参数量的 急剧攀升的过程 对 那我们今天呢 到用的不是右上角的这些API MTrackGPT这类型的东西 而是左下角的 类似BERT这个等级的模型 对 好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是今天要谈的内容资料库 那 其实我这个使用的名字 可能也不是那么准确 那 我主要是为了一个 跟形象的称呼 称呼 称呼 因为我观察到 很多的团体 其实都有这样的需求 那一个共同的 就是这些资料库都是 关于内容的 好 那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环资中心 环资中心是 台湾环境运动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团体 那它做的工作呢 一方面是自己产制原创的报道 另一方面就是去整理 世界各地 关于环境的一些新闻 一些重要的报告 然后重要的行动 那 这其实就是在搭建一个内容的资料库 好 那第二个是 全文报纸资料库 就是 这个可能很多媒体都会提供啦 这边是有敌人的 对 那报纸资料库它就是 会把报纸做分分别类 让你去依据关键词做搜索 那第三个是台湾的纪录片资料库 好 那第四个是全国法规资料库 那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运动中 它其实都有很多使用的途径 例如说 环资中心 它本身就是运动的部分 那报纸资料库 它都有很多小型的独立媒体 例如说公库 例如说像教典世界 像库劳网 这些小型的媒体来讲 它其实是会很有帮助的 它能够让这些媒体知道 最近有没有什么可以 比较新的能够去报道的方向 然后或者是 当比如说 一级工商事件发生的时候 这些报纸资料库 其实存留了大量的 关于过去的工商的报道 能够把一条 可能这个相关议题的轴线 拉出来 对 那当然类似的原理 也用在纪录片 以及法规这方面 其实都是 我们说可能 比较小型的社会运动团体 其实 只要可能也不一定是会运动 就是非营利组织 或者小型的社群 可能都会 在各自的领域中 很需要这样的一个资料库 去支持它 进行一些论述的工作 对 那所以那种资料库 我们已经谈过 它的目的就是去 帮助大家去回顾过去的东西 整理过去的内容 那这个会很有帮助来 产生新的内容 以及建立 重要的是建立新的论述 那它的特点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内容资料库 你一定需要大量的资料的收集 这个往往不同领域 有各自比较专业的做法 那进行收集之后呢 如果它只是收集堆放在那里 其实是很难去使用的 那它也达不强到原本的目的 所以它就要进行一些标签的分类 那这里面其实做的主要工作 就是multi-level classification 而且这样的分类 是要在不同的维度上的 就是一篇新闻 它可能在内容的题材上 是一个维度 你可能区分 它是一种普通的事件性报道 还是说它是一种 深度的调查报道 或者它只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比较解释性的新闻 一个分析评论性质的东西 对 那它有其他的维度 那除了形式题材之外 它还有这个内容主题上的 它是关于什么主题的 是关于劳动的 关于环境的 关于这个 可能就是经济的 都是它不同的维度 对 所以这样的分类 其实在各个领域中会 有时候会变得比较复杂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这样内容资料库 它其实比较难去统一 因为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团体 可能它因为自己所属的位置不同 都会有各自很 variation的需求 那第四个是 这些资料库 它其实是会被这些 小型的倡议团体 或是运动组织需要的 因为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才有必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它只是被一些 商业性的大公司所需求 那它可能去思考 它的重要性就不是那么大了 好 那接下来讨论的是 建立这样一个 内容资料库的流程 那我们可能直觉性想到的流程 大概是三点 收集 打标签 也就是一个分类 那最后就把它存到资料库里 好 这个是最核心的三个步骤 那当然也没有错 只是说 我自己的经验是认为 其实整个bookflow上 它具体来做的时候 会有更多其他内容需要考虑 那这是我觉得 已经也是蛮抽象 蛮简略的一个结果 那在收集之前 我认为还有加上的 就是说 你的收集的来源 你的source 其实是一个额外 需要建立的一个资料库 这个会根据领域的不同 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想环子中心 它一定是有 世界各地的各种环境的 不管是团体组织 或者是相关媒体的一个资源的列表的 对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 但它很难去 我们把它说标准化 或把它能够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形式去理解它 它都是需要各个领域的工作者 依取自己的专业知识去 清醒总结出来的 那收集了之后呢 其实也不是直接就适合打标签 其实有时候还需要 把它的内容的格式做format 然后呢 有时候再做一些摘要 也会对于接下来的分类 会比较有帮助 这个部分我把它颜色变浅 是因为它是一个 有时候可有可无 有时候可能有些必要的一个动作 但是可以略过的 那它必要在什么时候 必要在于我们现在 如果去使用比较小型的预讯预约模型 它往往有一个限制 甚至只能够取到你的文本的钱 512个字符 那这就导致说 如果你是一个偏长的文本 甚至说可能也不是偏长 因为512个字其实实在是非常短 所以只要是一个普通的文本 往往都会超出这个量 那在一些类型的内容上 这可能不是一个大问题 例如说新闻 因为新闻它都会把重要的内容 写在前面嘛 那你可能只去前面的512就够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法律文件 它你只去前面的512 你可能得到的都是一些 基本信息和一些废话 所以这个时候 可能要做一个摘要的动作 那这个摘要 让你把最重要的内容提取出来 然后你再把这样的摘要的内容 送去标签 送去和全文一起储存 会更加合适 那这个摘要今天不会讲 因为它其实你现在这个时候 就用CMVPT 这些大元模型 其实它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好的 它其实也没有什么 其他的思路需要去考虑了 对 好那你有这样的摘要 或者说你直接用全文 那接下来就是去进行一个level 进行你为了不同的目的 而做的这样一个分类 那这是我们今天会讨论的核心 那level完之后呢 你把它保存到资料库 但是并不是只是这样就结束了 你其实要处理的是后续的应用 因为这个才是更重要的内容 如果只是保存在资料库中 没有人看也没有人用 那它其实相当于没有做这件事情 那应用的话 我想其实有不同的方向 那最基本就是让大家可以去搜索 可以去准确的找到里面的内容 那剩下的还有就是 比较分析性的 data visualization 或者是 可能是依据它去做一些分析性的协作 对 那这部分内容今天也不太会讲到 就是因为我们专注在level这个技术上最容易讨论的部分 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很依赖于各自领域的一些专门的领域知识 它是变化性非常大的 那现在我们谈leveling 那leveling可能会想 好像它只是一个最简单的 NLP中最简单的文本分类人物 它为什么要特别讨论 那其实leveling 就是分类这件事情 本身是可以变得更复杂的 那这边是最常见的两种分类 其实它有个更常见的叫做二分类 但你们就不讨论了 那左边呢 是太阳月亮云 就是可能不同的天气气候 然后 假如说对这个图片进行分类的话 也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multi class 一种是multi level multi class的意思就是 它只会属于其中一个类别 它不会再可能是其他类别 那multi level的意思是 它的图可能会 也不是图 就是说这个你要分类的这个物体 它可能会属于其中的多个类别 那multi level的第一个想象 它一定是会比multi class要难一些的 那你在进行multi level的任务的时候 其实你相当于是对每一个类别 其实都有做一个二分类 去把它进行选举 比如说先判断它 这里有没有包含太阳 有 有没有包含月亮 没有 有没有包含云 有 那这样的分类出来 那multi level的任务呢 它在NRP中 主要的挑战是 一旦你的class 就是你的分类的类别 一旦多起来到一个程度之后 它就可能会让你的模型的效果下降 对 因为它的任务本身变得更难 那这个原因是跟一个 Protronack的一个效应有关 那下面也会谈到 那我们在处理内容资料库的时候 其实遇到的大部分情况都是multi level 这样一个多分类的一个任务 但是只有multi level好像也不是很困难 反正就很多个类别我分一分就可以了 但是现实状况中呢 你可能不是只要分太阳月亮和云而已 因为只是这样成多一个比较标准的分类 对于 假如说你可能是一个气象学的团体呢 它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因为这个就是没有包含任何的专业知识 所以假设 就我现在作为一个假设举例 可能在一个比较专业的气象知识中 你对云做分类 对月亮 对太阳做分类 你其实还要跟具体的分道 它的不同的状态 比如说不同类型的云 可能有乌云 毒云 可能有白云 那白云可能还有不同的形态嘛 可能长不同形状的云 它对于这个专业团体来讲 可能也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阶层化的分类 它是一步一步这样子分下来 那一步一步分下来 就会给NRP的任务带来很大的挑战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很难用一些比较 自实的统一的一个结构去处理它 你可能需要为任务设计 专门的模型的输出部分的结构 对 那这个在传统上做下去 都是有蛮大困难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可能要做的不只是 一个维度的分类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不只是要分 它是什么的天气状况 有时候可能它里面 会出现一些动物 有时候出现一些鸟 那说明这也是 其实想学的专业团体关注的 所以这时候的任务又会变得更复杂 它变成不只是一个单一任务 它变成是一个Matic Task 那Matic Task又会给模型 带来更大的压力 那接下来我们看 就是Bert模型 它的分类的大概流程是什么 以及我刚刚说的这个Botternack 它是什么意思 那这边我不会再重复Bert的原理 因为没有时间 那再来说我们这个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分类任务 一个句子或者一个文本输入进来之后 那它会变出化性Betting 然后Betting会经过很多层的 这个Self-Attention 自注意力机制 会相互之间进行 注意力的运算 然后把相互之间 可能一些相近 或有语义关联的部分 就是进行一个综合的运算 那运算完了之后呢 输出的时候 我们只会取这个CLS这个Token 就是一个特殊的Token 那它的简写CLS 全程就是Classification 然后认为它已经包含了 我们分类所需的 这些语义的潜入的讯息 然后对它进行 不论你是做多分类 Matic Class还是Matic Level 还是Betting Classification 那这时候 如果你在这个CLS这边 后续的分类上 给它加入了太多的 输出方面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 你可能接要它去分 这里面 文本是涉及什么的天气 要去分 文本涉及什么的动物 然后如果是天气 又要处理那些 很复杂的阶层结构 这就会造成 这一个小小的Token 在我们Bert的Base 这个等线模型中 一般都是768维度 它承载了太多的信息 那会导致你后续的 分类的效果 随着你的标签 你的任务的数量的上升 效果上会下降的非常快 对 就是有点在这里超载了 那 所以 你只是用这样的方法 就是 一个 传统分类的方法去做 其实不太 合理的 那 那 当然有些解决 有些比较简单解决办法 例如说 你对不同的任务 每个任务都去训练一个模型 好像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如果对于一个 阶层化的一个 情况来讲的话 你可以对不同的阶层去训练模型 对这样也可以 但是这样的问题是 它会导致你的运算效率 在你要预测 事变得非常低 因为等于说你 就是对于同一个文本 你要做分类的时候 你每一个任务 可能每一个任务的 每一个子部分 都要去换一个模型 那模型的加载 你要load到你的GPU里面 其实都是需要蛮多时间的 对 这样子就是很不效率 那学界当然也有提出 不同的一些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尤其是对于阶层化这件事 那有些论文 我这边只是举个例子 那又像左边这边 它的想法是说 我们阶层化分类 本质上还是个分类嘛 那我们就按分类的方式走 然后只是在它的 Bird的输出的部分 结尾的部分 去换不同的分类器 然后 让它能够进行 不同维度 不同就是阶层里面 不同的 可能不同rank的一个 预测的分类输出 那只是说 它这边在处理的时候 有一个流程上的调整 假如是刚才 那个云朵的分类 它可能先进行天气的分类 训练好一个分类器 然后呢 它把分类器里面的参数 继承给下一层的分类 例如说 云这一层的分类 就继承给更具体的 什么类型的云的分类器 然后这个什么类型的云的分类器呢 就是会依据已经训练好的模型 在上面再继续微调 这样子可能会让它的效果 就是会更好一些 然后也体现了这个阶层的 一个顺序的感觉 对 但是 就听下去这个动作 其实会让你的模型 在训练上变得更复杂 然后如果你的任务 真的躲起来 可能这样做 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 对 那 右边这个方法呢 它是觉得说 我们要输出一个阶层化的东西 我们只用一个单一的0101这样的分类 好像是不太够的 所以呢 它把分类转化成了一个 sequence to sequence的 序列输入序列输出的任务 那 例如说一句文本进来 进行encoder 就到decoder decoder就变成一个 就是 自回归时的 一个生成器 然后它按顺序去生成 从root到你的 数的地步的 每一个node它的 这个标签 看它符不符合 如果有符合就输出 如果不符合 它可能就输出一个blank 之类的一个特殊token 对 那 这样子就是 也可以去体现它的 一个阶层的一个关系 对 但是我想 这个方法我没有试过 其实我想这个方法 它的最大问题就是 你要训练一个 比较好的生成器 是比起训练一个 比较好的分类器 一般来讲 都要困难上许多的 而且所需的参数量 可能对模型的要求 也会更大 好 那有没有其他 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呢 那这个就是今天 可能要分享的一个核心 那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就假如说一段文本 我们用BERT 去进行多分类 Multi-Labeled Classification 可能有 EBCDEF 这样 有个类别 然后最后的分类结果是 其中的BCF class是 Positive 那我们先把它转换一下 我们不是把一个文本 分成多个类别 而是去对文本 在输入的时候 就把它拼接到一个判断 这个判断就是说 这个文本属于A 属于B 属于C 然后把每一个 这样的文本和判断的组合 也就是说两个句子 去输入到BERT中 然后BERT这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二分类 它只要去判断 只要去分类 我们的这个判断组合 是不是正确的即可 对 那输出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但是 整个任务的性质上 有了一定的差别 那这个转换呢 其实可以叫做 Task Reformulation 就是说是一个任务的修改 那我们从 什么样的任务 修改成什么样的任务呢 我们是从一个 分类的任务 修改成了一个 叫做文本蕴含的任务 因为传统分类任务 可能像这个 一些评论的 就是情绪分析啊 可能只是分 它的消极积极 或者是不同的 类别的情绪 对 它只是 单一文本输入 那文本蕴含任务呢 它一般情况下 它其实是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是作为一个前提 第二个句子 是作为一个假设 然后 模型需要有前提 去判断 这个假设是否是 成立的 如果是成立 它就具有一个蕴含关系 如果是 两个不相关 那它就是一个neutral 那如果是 它两个之间有矛盾 那它就是一个contradiction 对 那这样的文本蕴含任务 其实 发展也有一定的历史 那过去有一个 研究发现 就是说模型 在文本蕴含任务上 有过一个训练之后 它的逻辑能力 它的一个 模型的表现 在其他任务上 都会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文本蕴含的 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 把你的一个标签 一个判断的词维 带入到你的输入中 可能会更符合 这个运训练 原模型的一个思考方式 是什么达成的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我们只是说有很多 学术上的研究 是证明它 确实存在一定的效果 那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修改呢 它其实 也不是说 我完全原创提出来的 因为就是在我当时 那个 在想象外方法的时候 其实有看到 就Facebook团队 它也有在 做类似的实验 就是去把 文本的分类 简单的去改成这种 我刚刚举例的 这个蕴含的任务判断 然后发现 在一些尤其是 传统的分类任务上 在一些 就是文本量 在训练资料量 比较少的情况下 它其实都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那 也就像它这边论文的标题一样 叫 Intellement of Fusual Learner 就Intellement 这种任务模式的修改 它天然的就可以让模型 变成一个 小量的 样本的一个学习器 对 所以这样的效果 其实也是有验证过的 好 然后 那 另外就谈的是 对于阶层化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去具体的 修改它的一个输入 尤其是训练资料的一个 输入的格式 这边用这个 Cooking的东西做一个举例 那 我们一般都要提供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你的Label的Skeema 就是 假如说是一个阶层化的标签 那你的 整个阶层长什么样子 一定要提供给大家 对吧 那另外就是你 这个样本 它的 Ground the Truth 它的真实的那个标签是什么 那 假如说我们这边是牛排 所以牛排 它其实属于主餐 它的主餐中的一部分 然后它不是羊肉 也不是甜品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结合LabelSkeema 和Example 把它转换成 如下 可能这么多的一个 Trinic Examples 因为我们现在把它拆散成 每一个 每个样本的原文 和它的不同的判断 之间的关系 所以它会变得比你 单纯去做分类 就是要输入的这个 资料量会多上许多 那可能第一个就是 它是主餐 那是对的 那第二个 它不是主餐 那这个是错的 然后它是牛排 它是对的 它不是牛排 是错的 对不对 就是一系列上的判断 那转换成这样的判断之后呢 你其实就可以把它拿去 对模型做训练了 然后这个训练 也是很简单的一个 二分类的训练 对 那这边一些扣答 或一些实际怎么做 我就不再展示 因为这个网络上 都有很多的教程 那我自己的实验 其实这边 有点不太好修取结果 就是 有点没有整理 然后还要结合 Facebook 可能一个团队的研究 都会发现说 你这样做了一个 生物转化之后 它的效果 都会比你单纯 做分类 效果上会有提升 而且这样的方法 就是如这边的 例子所展示的一样 它可以很好地解决 你不同的 阶层化的一个 就是这个阶层关系的问题 你就把它都转化 成这种逻辑判断 那模型会从这些 大量的这种 不同的逻辑的 这个二分类判断中 就大量不同的 这个判断 二分类判断中 自己去学习出 相互之间的关系 那我自己做的 就是相关的内容资料库 就是模型 在它后续的 推论的时候 假如说 遇到像这种 牛肉煮餐的情况 如果它判断 它是牛排 它基本上 我是就没见过 错误的案例 就它一定会判断 它是煮餐 如果它是布丁 它一定会判断 它是天平 所以这样 它相互之间的 这个约束的关系 其实一群人有模型 是能够学习的 很不错的 好 那接下来讲一些 可能它的优缺点 那优点我想 就是蛮多的 第一个就是 它可以把这种 可能原本要很复杂 去处理这个level structure 的问题 可能把它简单化了 然后第二个是 它的表现 可能在相同样本 尤其是样本比较小 情况 它的表现会比较好 那第三个就是说 在推论的时候 其实这个方法 它还是有办法 去优化它的一个速度的 因为像推论的时候 假如说 你第一个判断 是它是主餐 还是天平 你已经判断 它是主餐了 那你就不用去 再让它判断甜品底下 那些选项了 那些判断了 它就可以在 你推论的时候 省略掉很多的内容 那这个是有一定帮助的 对 那quance就是 缺点的部分 也比较明显 缺点一个是 你的标签的名称 一般都是你自己取的嘛 还有你给它输入 什么样的语句 都会影响它的表现 所以 这时候我就考验 就是大家对 那个任务本身 就是领域本身的理解 一个恰当的 标签名 可能就会让你的 准确率提升不少 那还有个问题 就在训练的时候 这种方法 是尤其速度很慢的 就像我原本这里 可能原本我只要做一个 如果省略这个 主餐的甜品 我只要做一个 四个class的 一个multi-level classification 就行了 但现在呢 我在训练的时候 就要输入 可能这么多笔资料 不过这边 有一些资料 打的是会词 就意思是 你其实可以不用数它 因为它其实 跟这个 逻辑上的一个 简单相反 逻辑去学习这种东西 其实没什么意义的 就你至少 又把它变成 可能是 大概两倍到三倍的 可能一个资料量 尤其在你的level的 数量更多的时候 这个问题会更明显 对 不过如果你不是很在意 训练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方法 还是非常堪用的 那接下来最后所谈的 就是说 因为我们毕竟是 要做一个内容资料库 其实它除了 level的方法之外 还有一个 可能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 标记 就是说我们的标注 怎么进行 一种方法是 我们人工去进行标注 然后给模型提供 一个比较好的标准答案 另一种方法 现在有XGPD之后 你就可以考虑 用大模型去进行标注 那我觉得不论是 你用哪一种方法去标注 你对任务的理解 那个概念 不同的标签的概念 其实都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我们很难 去展开说明 其实它的问题主要 是在那个概念的边界上面 然后概念的边界 它是很难够 很难透过 比较抽象的一个方式 去预先决定的 你往往只能先根据 你的专业知识 可能大致划定 它的一个定义是什么 然后你需要在很多具体的 那些各种奇迹古怪的例子中 去不断的讨论 这个边界的划定 合不合理 然后遇到很多模型两可的 它可能介于牛肉和羊肉之间的东西 例如说我们刚刚那个主餐的例子 我们就没有考虑到 例如说可能有人上了一个马肉 那该怎么办 对 那就会challenge你 这一些level的concept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很难标准化 它其实是需要一些teamwork 或者一些discussion 去不断的改新的 对 那这边是关于 人类去标注的一些建议 就是 我觉得第一点是 好的资料 其实是成功的一大半 你如果没有好的资料 你其实技术上 可能有些新的模型 那还是gabbage in gabbage out 那好的资料的判断标准 是它的consistency 就它的一致性比较高 那关键倒还不是说 那个概念谁对谁错 因为对于这种 积极学习 深度学习来讲 它没有什么对错的概念 它的概念只有 你是不是模型资料 就是训练资料 具有一致性 因为有知性的东西 它才能够训练出 比较好的参数 去进行匹配 那第二个是 第二第三个 其实都在谈说 就是找人去标注 当然最好是找 就是相关领域的专业者 但找不到 我觉得可能差别不是那么大 其实重点是在于 需要跟标注者 进行很多轮的讨论 然后比较不同人的标注结果 然后让大家的标注概念 尽可能去统一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去查找 就是原本可能你的标注手册 各种概念划分的问题 因为也很有可能 你标注了一半 可能会发现说 可能这个分类结构 本身就是波及上不合理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通常你第一轮的标注资料 是不能够使用的 然后你至少两到三轮的 这个不准能重新的review 要check 然后达到 就是有一定的 这样的评估标准 对 那就是一般我们使用 comma value comma value通过了才可以用 然后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就是记得 它永远是一个团队的工作 那讨论 teamwork是核心 对 就是其实在你训练模型之前 你某某可能要先训练 自己 作为一个任务的提出者 或者是训练 你的一些标注的伙伴 这个可能 是需要先训练的事情 好 然后那第二个谈呢 就是说 呃 现在也可以用shgbt 去进行标注了 那shgbt 它其实官方有提供一个 就是你在做 classification的时候 一个比较好的流程 那 那我也是建议大家这么操作 因为它主要经过这个流程的目的 其实是就是节省成本 然后让你更快的 可以完成大量资料的标注 对 那大家不论你用什么方式去标注 其实concept 都是最核心的问题 你如果用shgbt去标注 但你concept写不好 那你的定义写不好 你的例子写不好 那你标注出来 也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 那这边这个流程 就是简单讲一下 它的方法就是说 你先把你的文本 和你的不同的class name 都去转化成 embedding 那 jgbt就是open ai 他们有提供这个 embedding的模型 好像叫ada还是什么 对然后第二步呢 你就是要做一个filter filter是根据你的这个文本 和你不同class name的 cosine similarity的结果来判定 那你就当然要设定一个 虽然手的一个门槛值 去指选去比较相近的 就是cosine similarity 高的这些class name 然后呢第三步就是要做分类 那分类的时候 这个prong的怎么写 当然是最重要的 但我们今天不是 看prong的engineering 所以这边也省略 然后你把它输入进模型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 对每一个 就可能通过你的门槛的class 做一个就是二分类就可以 那你会想 我为什么要进 就弄这么复杂 然后好像这么多轮下来 我好像这个请求的次数也很多 然后成本也比较高 我为什么不直接就是一个 多标签 把任务的原 就原本我要判断什么任务 其实原原本的输进去 让它输出结果就好了 就是因为下去提醒 你可以去试一试 你这样做的话 它的表现会非常差 就它会很容易出现胡言乱语 对 因为通常就是你越南的任务 你人来讲越南的任务 你对这种大母亲来讲它也一样是越南的 对 那所以把任务简化 把简化成一个简简单的二分类 它往往才能判断的比较好 对 那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了 然后也是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演讲大概就到这边 然后一点点抱歉是 就是我可能在大家听这个演讲的时候 其实就是并无法线上自己的连线 所以我会之后或者是以文字的方式 在slider中回复大家的问题 然后就也很遗憾没有办法 今天面对面跟大家进行交流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有任何问题 有任何想法都欢迎跟我一起讨论 好 我们先接James Chen的演讲 这个是James Chen的联系方式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在slider上面留下 那现在的R1的演讲 已经到今天是完全结束 那接下来的话 后面会有 如果有 现在有小午茶餐点 大家可以去享用 然后接下来还有 OpenSpace在四楼的两侧走廊 那欢迎大家去 跟开启OpenSpace的会众一起做交流 那我们的panel discussion会在R0进行 是在3点40分